师父 这个案子一直都是我跟的 让我去一趟 没准我亲手能把他抓住 算了吧 师父 您就让我去看看吧 如果真要去了 记住啊 少说少做 你们带着巴黎和这位同志 阿姨 您去 别动张西娃 敬伙他 哥 您说我们还不来 是不是不来了 你要等着你着急 你就永远来着 别动 别着急 店里是我 你怎么还不抓他呀 急着 看板架 等 等我再拿钱跑了 怎么回事 不是 怎么还放得走啊 别说了 哥 哥 怎么抓他呀 我会不会 别说了 走 来 师父 我把他抓住了 我亲手把他抓住了 师父 那个小偷后长哪儿来的小偷啊 就我抓着那个 你现在只能证明他卖了一部 不属于他的手机 怎么证明那手机是偷人 不是他偷来的 你哪儿来的 捡来的呀 不是 咱不是说好了要跟着他到住地吗 你咋就扑出去吧 那我不撵他 他就跑了 你要不惊了他 他能跑吗 怎么没有人 我们还猎队滑影啊 上次他们抓犯人回来的时候 我们所长和教导员都在门口呢 让你去配个人工作了 你不听指挥了 那人要跑 人要跑你就不听指挥了 警察出警 时刻面临的威胁 要统一行动听懂指挥 你不知道吗 师傅没交吗 都像你似的 那警察怎么不出警的道路 那个没头餐有什么区别 我跟他说了那个小小小跑 他们 他们不怕不怕呢 你还嘴硬是吗 你说你觉得自个儿特别有力啊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把自个儿当英雄了 老板 今天人提问 有一个 问问 社长 我也要参加了 你已经给自家了 不然我要参加了 我一定要参加了 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是不干的 我这上面还没个事 你要是不信我又补了 这像你经常干的 不然 不信咱俩 那你等着是跑了 你们都穿着便利 我哪知道你们什么人啊 我们都像你那样没舍子 现在冒充中间网了这么多 那个时候情况是怎么样 我怎么能够确认你这件事 这种性格真是不做白事 这是年轻人拜 有热情 不是 有热情可以 但你别瞎搅和呀 辖区里居民组上是连续被盗 我就怀疑是这伙人干的 你说他这么一搅和 对不起啊 多跟你的师傅学学